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系你我家圆 欢迎收看12月8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国道3号南下往大甲的出口闸道 是交流道跟一般车道的衔接路段 因为这转弯的幅度大 曹化线的长度不足 一旦车速过快 驾驶就很容易会反应不及 容易会造成车祸 这一天当地明代就邀请了交通局等单位 到场会刊 期盼能够延长这曹化线的长度 跟增加警示设施 降低肇事率 地方明代比着搭道出口 与一般车道的衔接处 这里因为曹化线长度不足 而下交流道的车辆 刚经过较大幅度的转弯 虽有杂道速线 但不少驾驶都还保持着 60公里以上的车速 一个不注意 就会与三环路行经车辆发生碰撞 整个的设计 其实 随着这个车流量越来越多 其实危险性就越高 那在外埔 大甲东这个地方 这个交流道几个南北向的一个出口 其实在我们当地的民众交通出入来讲 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负担 这里是国三南下往大甲的出口杂道 因为经常发生车祸是当地的危险路段 为了降低发生意外的几率 交通局除了将评估调整三环线宽度 以延长与加宽槽化线范围外 也将建议高工局评估 槽化岛是否遮蔽驾驶视线 需要调整高度 主干道的一个车道宽度来做一些调整 我们可以来加长这个 我们的主干道的车辆跟下闸到出口的 这个车辆的行车安全的反应的时间 转弯又下又陡坡 车速都很快 那我们有请交通局 来跟高工局来协调 现在日本最新的 就视觉型的这个警告标线 把它画在这个扎道上 那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希望做好了以后 这个地方会是一个很安全的路段 交通局也建议 在进入危险路段前 设置警示灯与标语提醒驾驶减速 若成效不张 则需评估设立交通号制或测速照相 而大甲交流到南下北上 分别往大甲与外埔的三个出口 都有类似的危险情况 市府也将一并纳入评估 谢谢林轩 台空车报道